在苏州旺山最近有一只猴子成了网红 憨太可居的样子让人忍俊不禁 双腿盘起 两手摊开 在竹林里参铲打坐 犹如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一样 一心向佛 最近这只在旺山竹林里的小猴子成了网红 是殷先生在上个星期无意中抓拍到的 一个一家三口 小猴子在找东一只 另外一只在旁边看着 那么最关键是这一只 它是一个打坐的一个形态 在冥想在打坐 殷信人说 这些猴子最早是在2016年出现在这片竹林里的 几年下来 小猴子跟人走得越来越近 依然成为望山景区独特的一景 我们茶医师都是心意也比较善良 就拿点小吃啊 拿点什么东西喂喂猴子 那么猴子就跟人一样 他有记忆的 你来了之后这个地方有吃的东西 他下次过第二天 第三天 他后来一直要来 从最早的三四只发展到现在的八九只 猴子的数量越来越多 不单单是猴子 山里前两年还飞来了一只孔雀 来了就不肯走 这几年经过大家的精心饲养 再经过配种 现在孔雀的队伍也越来越壮大 我们大的孔雀已经有四只 都是它自己繁殖 自己孵化出来的 今年六月一号 大孔雀又生了六只小孔雀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也给了动物们更好的生产环境 而这些野生动物 也成为了这里的一张独有的名片 这些野生动物